我自己的經驗 我有一次當著柯文哲的面 我那個時候當立委他來找我 你跟共產黨到底有沒有聯繫 他說我看起來像共產黨 我後來想一想他也沒有回答 就是這個就是柯文哲厲害的地方 而且他是逆正延遲的在講 你問的問題以外的回答 還記不記得減蘇培那個時候 拿大巨蛋的那個錄音檔問他說 柯文哲市長 你大巨蛋有沒有私底下喬蛋 我台北市長 我是要讓他確定了嗎 所以有沒有喬蛋 沒有講 沒有講 所以這個是柯文哲厲害的地方 在進去之前 他的負責的事情 就是說話的藝術 而且是整黨最厲害的 連黃國昌都佩服的 黃國昌還會大小聲 然後氣到臉紅 可是柯文哲一直都是理直氣緩的 在講一些這個虛幻的故事 好那黃珊珊的工作是什麼 你這樣有一個人是在做虛 說虛話 就有一個人做時事 如果黃珊珊去說政治現金 都是有些有肉有帳號的人 他沒有解釋說政治現金 這一些錢是從誰的口袋裡拿出來的 政治現金的問題是第一個是上限 第二個是年紀 第三個是這個 坦白講就是是否乾淨 對對對 那我們原則上要調查這三個 你如果未成年 我們還要幫他 我要把錢退給他 你捐超過上限 我也要退給他 然後你他捐的錢 有沒有是比如說一千萬 拆成五比兩百萬 在五個不同的地方 或者是同一個集團 母公司也捐子公司也捐 子公司負責任也捐 這個是傳統的合法手段 大概有一個範圍 那他講的有血有肉 其實跟這個所謂司法 有沒有罪的刑度 又是完全兩件事情 政治現金不是有血有肉 不然是哪個AI人工智慧的電腦 想到用普特幣捐給你 你看鬼 那每一個 每一筆政治現金 當然都是有血有肉捐的 所以他這些問題 對我來講都沒有回答到 那我找了員工捐 如果金華城員工捐 他們也是有血有肉 所以所以我最後要做一個結論 民眾黨現在目前沒有辦法 老闆在這個圖城 所以大家都還在幹政治的事情 所謂政治的事情 就是說服民眾安撫大家 然後對抗政敵 民進黨破壞賴清德放人 他都沒有解釋 我沒有犯罪這件事 你即便證實了金華城 那個整個過程都知道 你也沒有辦法幫柯文哲脫罪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因為我們一直很好奇說 那黃珊珊去美國之前 她不是有在臉書上面po文嗎 說要給大家一個交代 對不對 你今天穿很帥不用泡麥眼 但是你看 貴子裡面講說 政治現金遊戲有肉帳號的人 那個時候他有講 這些都是有血肉帳號的人 那為什麼在之後 不是要開記者會嗎 剛好不一併公開呢 而且不是說還有四大金庫嗎 這個黃珊珊也可以一併公佈 黃珊珊正在學習柯文哲 那他們兩個剛好一內一外 柯文哲負責說話的藝術 黃珊珊負責公文行政的藝術 那這個藝術是什麼藝術 我簡列柯文哲講過的幾句話 問他有沒有拿錢 阿伯你有沒有拿錢 他說不要侮辱我的人格 他沒有回答有沒有 問他有沒有去逃租影員唱歌 他說有啦選後有去一次 他沒有說選前延續了幾次 問他你的金流是不是有問題 不 我這個我都查過了 沒有在私人的口袋 結果有保險箱 有金庫 有兒子的帳戶 但是沒有在口袋 我自己的經驗 我有一次當著柯文哲的面 我那個時候來當立委 他來找我 你跟共產黨到底有沒有聯繫 他說我看起來像共產黨 我後來想一想 他也沒有回答 就是這個就是柯文哲 厲害的地方 而且他是抑正延遲的在講 你問的問題以外的回答 還記不記得簡書培那個時候 大巨蛋的那個錄音檔 問他說 柯文哲 市長 你大巨蛋有沒有私底下喬蛋 我台北市長 我是確定的嗎 所以有沒有喬蛋 沒有講 沒有講 所以這個是柯文哲 厲害的地方 這就叫做說話的因素 被他弄了八年 你去整理 你去整理這些說 對話你就知道了 比如說我跟王毅川 是一對伴侶 我懷疑王毅川 昨天去跟吳禎吃話 說王毅川 昨天晚上去哪裡 沒有啦 肚子餓出去吃東西 我說有沒有找人 在路上當然會遇到很多人 有沒有看到吳禎 有啦 他剛好也在那一間餐廳 但是我們沒有吃飯 不是要吃飯 不是吳禎吃飯 我後來是去吃麵 吃麵 我不是吃飯 他問我有沒有吃飯 沒有吃飯 所以他們吃的是牛排 燭光晚餐 要喝酒 紅酒 還在那邊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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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邊背 所以柯文哲現在做了 他在進去之前 他的負責的事情 就是說話的藝術嘛 而且是整黨最厲害的 連黃國昌都佩服的嘛 黃國昌還會大小聲 然後氣到臉紅 可是柯文哲一直都是 理直氣緩的 在講一些這個虛幻的故事 好 那黃珊珊的工作是嗎 你既然有一個人是在做虛 說虛話 就有一個人做時事嘛 所以黃珊珊今天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前幾天發了一份公文 請國土署的署長回覆說 我們這個都市計畫對不對 但是這個做時事也有藝術啊 他只有問都市計畫 這個容積變更條例對不對 他沒有說這個東西 可以適用在精華層 你是說他只問了法條 沒有說精華層是不是用這個法條 他的問題大概是這種概念 就是國土署 我們臺北市有沒有資格 幫自己的任何建物 在任何情況 我們有沒有自己的 這個阿蘇比的空間 他說有 你們阿蘇比大概20% 然後他就把這個東西拿來跟 已經有判決的精華層做比較 說五六零是地板 八四零是天花板 他沒有解釋一 為什麼他是四十四都 這個都市委員會裡面 唯一一個是私人民間的企業 他沒有解釋在所有臺北裡面 他是唯一唯一的這個案子 是被這個增加二十八 那個部分也流過去了對不對 然後柯文哲也曾經在電視 那個他跟許利民吃飯的時候講過 不是民進黨許利民 是民眾黨的許利民 他就說不要不要 大家不要笑想都能一瓶換一瓶 然後還要給你三個月的租金 沒這麼好康的事情 罵得要死 可是又是有一個唯一一瓶換四瓶的精華層 這些他都沒有解釋 所以同意可證 如果黃珊珊去說政治獻金都是有些有肉有賬號的人 他沒有解釋說政治獻金這一些錢 是從誰的口袋裡拿出來的 政治獻金的問題是第一個是上限 第二個是年紀 第三個是這個坦白講就是是否乾淨 對對對 那我們原則上要調查這三個 你如果未成年我們還要幫 我要把錢退給他 你捐超過上限我要退給他 然後你他捐的錢 有沒有是比如說一百一千萬 拆成五比兩百萬在五個不同的地方 或者是同一個集團母公司也捐 子公司也捐 子公司負責人也捐 這個是傳統的合法手段 大概有一個範圍 那他講的有些有肉 其實跟這個所謂司法 有沒有罪的刑度 又是完全兩件事情 政治獻金不是有些有肉 不然是哪個AI人工智慧的電腦 想到有補特幣捐給你 你看鬼 那每一筆正式錢金 當然都是有些有肉捐的 所以他這些問題 對我來講都沒有回答到 那我找了員工 如果金華城員工捐 他們也是有血有肉 所以所以我最後要做一個結論 民眾黨現在目前沒有辦法 老闆在這個圖城 所以大家都還在幹政治的事情 所以政治的事情就是說服民眾安撫大家 然後對抗政敵 民進黨破壞賴清德放人 他都沒有解釋 我沒有犯罪這件事 你即便證證實了金華城 那個整個過程都知道 你也沒有辦法幫柯文哲脫罪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